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 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跑车 不仅可以体验一把速度与激情 还能够吸引别人的目光 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这乃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吧 但是跑车的价格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 如今就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 可以让自己拥有跑车 那就是改装 这不前段时间就有一辆被改装成了黑武士的私域 在行驶过程中遭交警拦截 还交了一千元的罚款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在珠海市的街头上 一辆改装过的本田私域正在飞速行驶 路边的交警朝车里看了一眼 结果发现该车安全带的位置似乎有些特殊 于是连忙鸣笛提醒其停车检查 结果这辆私域居然扬长而去 交警局得驾车尾随着 一直跟到另一个路段才将该车拦了下来 随后交警检查发现该车已经被改装成赛车的五点式安全带 而且座椅也按照赛车的样子改装过 仪表也变成了五个 并且都是可以运动的 另外车身的颜色轮毂 刹车以及发动机盖下面能动的地方基本上都动过了 还增加了平衡杆高压包以及变压器等等 哎看来这司机真的是很想有辆跑车啊 司机李先生也说 其实他知道擅自对车辆进行改装是一种违法行为 但自己实在是喜欢 所以就让朋友改成这样了 本想着车子有六年的免减期 可以侥幸先用一段时间 没想到这么快就因为安全带异常被交警发现了 最后李先生被珠海交警大队罚款了一千元 并且要将车辆变回原样 在这里啊小编要提醒各位 我国是不允许随意对车辆进行改装的 即使是改车色都需要备案 更何况像李先生改动这么大的了 如果真的想开跑车 那就努力赚钱买辆真正的跑车吧 不要再动改装的念头了 还有这些电话 不要再动拉走 我们下终结合 往下 我们下集完 Hamilton 黄色的电话 不可以注意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